这是object的这个讲过的 这是这个object的他号称是高级属性 高级特性 在哪呢 看这个我们博板里面叫高级特性的已经 在这儿啊 这个很猛的 在这儿他叫高级特点 这个高级特点 放到第15第15讲讲的 但是这个呢 我在第1讲就讲了 说这个高级不高级 只是你这个人为认为的 我估计的还是 这个php程序员大部分还是面向过程的人怪了 他会认为这个面向对象的很难 所以他把它认为高级特点 那么在高级特点有哪些呢 咱们瞅瞅 啊 smart允许模板访问pg对象 有两种形式 其实我们都讲过了啊 哪两种呢 这个是我们讲过的 我上一个变量名一个对象 就是你把一个对象分配给 一个变量名 然后呢 在他另外一个文件里面就可以把这个对象取出来了 他就所谓的高级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好 这里 朋友们啊 就这个高级 我们第一天就讲 Dog Dog 里面呢 咱们有一个变量叫Name Dog name 比方说啊Dog name 你没有给他复制 然后呢 也 创建了一只小狗 Dog1 遛了一个Dog 然后呢 这个Dog1啊 Dog1 给他复了一个Name值 比如是Aa 好 然后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高级指的是这么一个行业 Smart Smart 走 Sign Sign 走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Aa 啊 比如说你应该来个A 然后把这个变量已经要付进去了 把这个Dog1 付进去了 好 这样子付完了以后呢 你在对方在这个页面里面 可以把这个对象取出来 就这么一个所谓的高级 取出对象值 但是我这种可能还要讲 还要扩展一下啊 同学们请注意 请讲 那么我要把这个小狗的值取出来 就很简单 因为你取的 你给他分配的时候 这个值叫Aa了 那就按Aa来取 就应该是Aa走Name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值取出来 呃 能写错了 Dog1 这怎么写这个class 走 这样没问题了吧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这个叫大黄吧 你没在笑什么嘛 换个名字 我 小小名小猫嘛 小猫小狗小狗 我怎么不相信有人叫小狗嘛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函数可能没没管用啊 这我没去调用他 走一个 刷新 哎 你看小狗取出来了 这儿取了好几个小狗 这么小 哎 用户类标这么一个小狗 哎 绳子齐了哎 同学们 这用户类标为什么一个小狗呢 我这用Aa了吗 这个A应该递换了呀 那那那这换一个名字啊 换一个名字 这个不能用户类标里面还跑了一个小狗出来就换个微微微微微微微好这边换一个微微 好像就就就不打架了啊微微 好朋友们 走 好 这就没问题了 哎 那我讲到这儿呢 我就要做哪个扩展呢 就做这样一个扩展啊 同学们请看下一个幻灵片 大家注意观察 其实这个对象也可以掉他的函数 其实可以掉他的函数 但这个函数也应该是公开的啊 比方说 这边有个有个类他有没有叫say hello 这边可以打一句话他这么会 会掉这个东西的挺挺厉害的 他将会把一句话给你返回来哦 就是如果说你这地方有函数 然后这个person有个叫say hello say hello是一个函数吗 那既然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通过pe杠去掉这个函数 他也是允许的 他也是允许的 我们试一下啊 比方说 现在 在这个 道格类里面 我有一个方法叫public function 叫say hello say hello包起来 让我们这儿来给他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值 比如说 hello ok 这hello完了过后呢 那我要掉这个say hello 那我怎么去掉 那你就找到这个模板 这么去掉试试看 走啊 包起来 那就是dollarvv找一个 say 但这个这个函数你肯定要保证是公开的啊 你不能说我怎么掉都行 这是不允许的 好 刷一下这边没保存 哇整个都保存一下 刷一把新 哎 是不是出来了呀 哎 那这个就很厉害了说老师哦 原来这地方还可以掉一个函数来 但是函数不能私有啊 你说私有的话他肯定要报错的 我看看报告是 写一个私有他会怎么样 他报一个错 不能够获取这个什么这个private是吧 也大智能读懂吗 大智能读懂 如果不写呢默认就是公开的 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帮助 帮助 但是他也不是说一点一点不需要大家动脑筋了 好这个就讲 扩展就在那儿了 那么除了这两种方式分配 也可以通过 我三的by 刚刚讲过 他是用引用方形 方式来传递的 还叫 register object 就是 这两 就说这地方就是一个处理方案的不同 处理方案不同 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就用这两种其中的一种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对象过大 就用上面这个 如果这个对象比较小也无所谓的话就下面这个 好这个也讲完了 最后一个 最猛的 叫过滤器 这是他的高级中的高级了 在哪呢 在这叫过滤器了 这个过滤器呢有没有用呢 我个人认为对我们普通的这个smarty用户来讲啊 可能意思办法你是用不上的 纯粹呢 也就是做一个普及 就怕别人问到你说 要显得 很厉害是吧 知道这个smarty用 过滤器吗 过滤器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多少知道一点了解一下吗 相当于做一个 技术普及 到后面就不讲了 这附路就没什么讲的了 我们不 我们不再去研究这个翻译人员列表了 这已经讲了几乎就全部讲完了 但是可能没有 几乎全部讲完了啊 在不知不觉中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做了一个做一个小案例 应该是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后面是慢慢的就是怎么把它灵活的运用一下 还有一点 如果说今天呢那个班人也问到一个你说我们使用smarty模板配合mvc 是不是就说那个在每个页面就必须全全占要smarty 如果说你在某个页面 就说 这个页面如果你全部用smarty呢 觉得太困难了你还没到那个层次的话呢 你偶尔用的片段 也能接受但是尽量的 全部用smarty做我告诉你 是吗 你配合mvc 绝对是可以做到 他绝对可以做到那个 VU内层没有任何的皮区片段的他绝对可以做到 只说你能不能做到 分解 就你可能 这方实在没办法了 你实在没办法了是吧 你发现 你没辙了 你没迫不得已 写了一点那个皮区脚本 这样你 没什么也无伤大雅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smarty真的觉得很很很熟悉的人来讲 他完全可以做到 VU一丁点那个皮区脚本都没有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这技术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了 smarty这个技术并不是说今天出来的 他说他在零几年就出来了 056年就出来了 所以他已经是经得起考验的 现在smarty我们配合PHE是一种很流行的趋势 知道吧 老的那项目里面没有他要慢慢改了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最后这一个 高级技术叫 过滤器 我们来看看 smarty这个过滤器呢 他分为 预过滤器 后过滤器号 叫输出滤镜 这个名字听得挺吓人的是吧 什么滤镜 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是什么意思 你看 你听我一讲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白的 这么说啊 大家看 这个图很有指导意义 当 我们这个页面这是个模板页面对吧 这是个模板文件 这个是不是最终 会生成这么一个文件啊 如果我们没有起用缓存的话 他就走这条线啊 假装我们假装没有起用缓存 启用缓存呢 他也不 他这个过滤滤镜也不是走这条线的走这 还是走这啊 我们不起用这个 我们就说这条线吧 我们先不说这个缓存 因为缓存 跟这个滤镜的关系不大 跟这个过滤器关系不大 就是指的是 你看这个流程是 tpl 文件被他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呢 处理完过后再输出去 对不对 输出去以后 输出去以后 当你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听我说啊 这样子 假设我们这个浏览器放到上面去 我换一个方向啊 下面 比较乱了吗 浏览器 好 我们 我们来来琢磨一下这个流程 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向一个控制器发请求的时候 看看这个流程对不对啊 发一个请求这个控制器 首先会把这个文件读进来对吧 再按正常流程走 他是先把这个文件读进来读进来以后 生成这个文件 甚至这个文件过后这个文件被执行 最终返回的是这个文件对不对 能理解这个过程吧 我把这个给他编一下号 给他编一下号啊 因为待会我要用他 这是一这是他的第1个第1个动作 就他第1个动作 1号 完了过后呢 这个哥们就在读东西了 这是2号 读进来读进来以后 3号 他输出去 输出去这个原文件以后呢 4号 把这个结果打回去 4条线 好 过滤器在什么地方会发生 过去在这里发生 所谓的过滤器有三种过滤器 一个叫 预过滤器 就是这个过滤器那会在你2号线 这边发生 也就是说刚这个smarty模板准备读取他的时候 准备读取的时候会发生 这里面会有一个过滤器产生 叫预过滤器 你这个呢作为一个普及啊你也别去把他想的太害怕了 有像过滤器呢 在加瓦一里面也是有的 叫非要的 他就是用来做些过滤工作的 就叫过滤器我写下 叫做预过滤器 就是前置过滤器说白了 预 预过滤器 好预过滤器在这这个2号线上发生 后过滤器在这 这个后过滤器 就说在你这个准备把这个文件输出到这个模板的 新生这个编译文件的时候发生 而那个输出滤镜在哪发生呢 在这发生 在你请求这个页面的时候 给他打回去的 这叫输出滤镜 好是不是听着 挺高深的是吧 挺高深的 那么我举个例子 你一下就明白了 知道吧 他也不是很高深就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他这个意思啊 看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在我们手册上实际上是给的有预过滤器 后过滤器 还有输出滤镜 我们先看一个预过滤器 预过滤器呢 他是指的这个意思 比方说 我这有一个 我这有一个注释 我这一看啊 他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该我该走一遍 这样子啊 我们为了加上大家印象呢 写一个案例 有些呢 我就不手敲了 因为你们 这块敲起来也没什么意义 也不是很大 那我专门讲这个过滤器的问题 My filter Felter点这个PHP 测试啊 好 好 这地方我写一个模板 大家看我这有个模板 比如这个模板我就叫 Felter模板 其实他也可以是别的文件啊 比如说叫Test6 大家可能更 更习惯一点 Test6.tpl 我要文件 好 现在我写完了 写完以后呢 大家看到我把这文件打开 这文件打开里面呢 我站了这么 我有这么一段代码 我解释一下 这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待会我说是干什么的啊 这是一个函数 这 这是 是一个函数 好 这个函数呢 呃 待会我待会再说看看是干什么的 先把这个先去掉 这个叫注册一个预 过滤器 这个是 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 预 处理 请好 同学们请看啊 他这个意思 这呢 待会呢 他要去把这个页面 打给一个 一个模板这个模板我们换成test6 好写完了 然后呢 同学们请注意啊 现在 我打开这个test6文件 我就随便写点东西进去 我写什么呢 我就写一个啊 我就写一个简单的 叫test6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呢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就写了一段这个注释文档 大家看这个文档我按这个格式来写啊 警号 警号 然后呢这样这样子啊 待会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是按他这个写吧 这样子的 这边可以写我的东西了 这是 这是注释吧 哈罗沃的吧 这个哈罗沃的 好下面呢 我还有一些 其他的代码 h1 好 这是 其他的内容 好写完了 看这个代码再再留一圈 是干什么事啊 说 我这有一个 控制器也好 或者是一个后台页面也好 我这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他做什么事情 当你要去显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也就说此时此刻 你要考虑到 相当于这个my theater 这个家伙 就处于我们的这个位置 my theater就处于这个位置了 my theater不是他 不是这个啊 应该模板是处于这个位置的 他不溜 是处于这个位置的 是你的模板 这个模板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听我讲 我把删掉了啊 这个不保不保留了 这个模板里面 我放的是这样的内容 你听一次就就明白了 内容 好 这个smarting模板里面的内容 这个smarting模板里面内容呢 就被换成这个了 这个我就清掉了不要了啊 这边内容是 我 我写的这么一段吗 看清楚啊 我写了这么一段吗 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大 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大啊 OK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 稍微放大一点 随便拉一拉啊 随便拉一下 好 你看他是干什么事情 他这里注册了一个预处理器过后 那么 当你这个文件 就说 当你这个文件读取到这里面的时候 之前这个预处理器就会发生作用 就这个函数呢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是在你读取 这个 tl文件时候发生 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呢 你看他是做什么事情啊 他会 调用这个函数 他会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为了让大家看到他真的调用这个函数呢 我呀 给大家 这样子做一个动作 我先 在这写个 他漏 写个 OK OK 好退出 好同学们请注意观察 我现在 我现在就来访问这个页面 你会发现 他这个会使到这个地方 会打出OKOK就完了 他并不会去显示 这个temp6里面的这个 这个 Test6里面的内容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在 在这一地方 已经被我终止了 在哪里面终止了呢 在这地方就终止他 不让他玩了 这个显然 既然在这终止了 那个模板文件也不会产生的 就编译好的 文件也不会产生的 好我们试一下 大家不要怕 你听一会就听懂了 走 那我刷新 我现在点击在这个 他这 这种是模板 这该引的东西没有引过来啊 这儿smarty就还没到这来呢 那我有些东西要引一下我就偷懒了 这段蛋白没有引 没有引的话smarty对象他促进不起来的 他就玩不了了 好我把这个懒站站到这啊 好我们再来往下面玩 在这个应该就够了啊 这个应该就够了 保存一下 大看打到okok 大家有没有发现 此时此刻你并没有掉okok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预处理器他就有种自己的有种机制 什么机制呢 就说这个这个display这个函数里面封装了一段代码 他封装了一段什么代码呢 这个 咱们不讲深了啊 其实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他判断你有没有这个这个函数 如果有的话他先掉这个函数 再掉他自己 仅此而已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函数 这个所谓的预处理 相当于把这个函数 给塞到了disiplay里面的一段 空间里面 仅此而已 就是说这个代码肯定是在这里面被调入的 好 那么因为你是退出了 所以说这个模板文件肯定也没有生产 这个文件肯定是不会有的 这是以前的老的啊 你们可以再再看我再刷新一下 还是okok 这个文件没有来 因为在中 就是这个 在中间就被 解断了 走走道 对吧 鞋都丢了 往下跌 往下玩不了了 玩不了了 那现在呢 我把它放开 你看我怎么放开的呢 我要放开这样子 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圆码拿到了 这个圆码呢 我调用了一段这个代码大家看能看懂吗 这是个正轴表达式 我要找到这个圆码里面 就是你这个模板文件啊 这是模板文件他把模板文件已经读读到这了 读到过后呢 他就去找 这个圆码文件里面有没有注释 如果有注释呢 他用空来替换 所以说我们发现哦 这我们这里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欲 欲过滤器其实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欲过滤器 其实啊 其实就是 把那个模板文件里面的 模板文件中的那个注释 什么注释呢 这种注释格式 行号 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给你怎么呢 清就是替换成空格了 替换成空格了 但有些都是替换成空格干什么呢 显然这地方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含义 我主要是告诉他告诉大家这个运行的一个机制而已 以后呢 你们可能啊如果遇到一种很高级的用法 你可能就有这种需求就说 不管是哪个模板 先把那个这种注释全部给我清空 好 同学们请看 现在我这一走 他相当于把这个清空再返回来 那么 这个时候他在display的时候呢 生成的这个 泰斯的6的这个模板文件 就这个模板 这个生成的这个模板文件 到现在汇成了 泰斯的6 对应的这个 皮静文件里面 那个注释的一部分就没有了 就是这部分 就会被干掉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来 走一个 好 同学们请看现在我已经把它全部 全部保存了啊 走 现在我刷新一把 好这个先不管他这个乱码的问题 不去研究他了啊 就是有没有 我现在关心的是 深层的这个模板里面有没有一个注释文的 没打开发现 根本没有 干掉了 看到没有他就给干掉了 就是刚才我那个前置的预处理已经发生作用了 那有些东西说 有些东西要问了说老师如果我说没有这个呢 没有这个的当然肯定生成了 这你放心啊 没有这个他肯定会 他肯定会生成的 那么你 你看啊 我把这个再稍微改吧改吧 我稍微再改一下 你看这个 哈喽 会不会生成了 刷新 还是老页面就没有变化 但这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有变化 那个注释应该是回来了 看到没有 哎 你是否感觉到还是有点用错的好意思说 好像可以把一些 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一起完成了 这个概念啊如果在加瓦一里面他称之为切面编程 他称之为叫切面编程 因为相当于是你所有的文件都要用的功能 我就给你 用一个切面的形式来做 就是 有些有些地方把它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拦截器 其实就是 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将来在PHP里面啊 也许在四年以后 五年以后 慢慢会大量的流行起来 所以现在知道一点也没什么 不好的 你确实感觉到很方便 就你不管是什么页面 我通通的就给你 全部走走一个服务 好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啊 现在你听不懂 现在呢也不要求大家掌握的太深入了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 机制 他可以完成这种设计设计方案 就OK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叫做 叫做这个呢 叫这个 叫后处理器 这个后处理器在哪发生的呢 在这发生的 就是当你 因为我这处理完了嘛 他读进来都已经过滤掉了 输出去就没问题了 这个后过滤器呢还可以在你 正式输出 还可以再掉一个东西 就是在前面过滤一把 在后面再过滤一把 你看我的 案例我是怎么给他设计的啊 这呢我就不去举例子了 你看我做了真正的动作 我希望 我希望做一件什么工作呢 就是说呀 每次 你给我生成这个模板文件以后呢打上自己的一个标志 就这次我韩顺平做的 你看他 你看为什么 这一方产生过后会自动产生这个吗 他每次都会出现一个叫smarty 版本 create by什么什么时间 你这个是 你甚至可以自己做一份 你可以自己做一份这个动作的 有些东西我们做一下行不行可以啊 我们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吧这个呢 这个呢也就是演示一下就行了 我们不做深入研究啊 post的 你就把这段代码粘过来试一下就完了 我待会改成顺平啊 我站过来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学习重点 所以说我就 呃 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了啊 大家看一下 我这儿做了一个这个字我写了另外一个函数 这又是一个函数 函数 这个呢 我注册了一个后置过滤器 这是 这是一个 后置 后 后过滤器 好这个过滤器干什么呢 你看啊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把这个圆吗拿到过后前面加了一个叫creditby什么什么 那我改成creditby顺平 是吧 这我写的 那以后呢 你 但我这是一个应用场景 而已 就是你你对看开了可能还有其他的用场景 好 那么以后呢你只要 只要一刷新我这一面 必然就会打印出这个什么creditby什么什么是吧 这就可以打印出这个东西了 或者说你狠一点啊 你直接 就打个顺平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给打个标志叫creditby什么什么 在这这个也挺好的 好你看我刷新一把 朋友请看我刷新一把 代码没有出错 但是呢这个代码应该有发生变化 加了一个吗 没加进去呀 我刚刚为什么没加进去呢 不着急啊我看看是 为什么没有加进去 难道没有没有生效呢 Test啊注册了这是 注册了一个码 Post 爱的害的加了一个害的comment 嗯 Test 就是名字不吉利吗 啊 哦对模板不改他他还是缓存是吧 对不是明智的问题了 因为我这改了过他这个因为他本身有个页面缓存机制嘛 对吧 还不涉及到那个那个静态页面缓存机制模板要改一改 稍微动一下就行 稍微的动一下就行了 说说你们现在学到现在呢 应该比以前 我找一下啊 比以前要清楚一些了 我这个模板是 Test的6 在这儿啊 我稍微动一下 随便动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才会才会产生新的一个编译编译件 刷 来了 让我们再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左侧看有没有加了一个我的一个标志logo 应该加进去了看到没有 加了一个啊 他紧接在后面在他最后面加的 就说 crate by 顺平 那么你以后 你以后 你以后一显示这个吗 应该就 那他为什么把这话打出来呢 哦这是个注释 你看他返回了已经 大家看到是不是返回来了 看没有 那如果说你不 你想让所有页面都必须有一个crate by 顺平的话 那你这么稍作修改就应该可以达成这个效果 在哪改呢 在这地方 你呀就不用这个注释了你就 大大方方的写个crate by 顺平 是吧 这样子呢 他就会直接给你输出的 就你这一打这个地方他就会给一个输出然后你打个b2 甚至可以用红色字体标出出来 那么我把这个再稍微改吧一下 因为你这不改他他是不会动的 你可以刷新 他 是吧 crate by 顺平 你每个页面都会产生这个效果 就只要是你走这个过滤器了全部都有crate by 顺平 他想改的话他也够他改这 是吧 够他改这 加个logo嘛 加个logo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后置 后过滤器的使用 至于这个输出滤镜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这么一个含义啊 说 我现在呢 在这个显示这个模板的时候啊 我希望把smarty全部改成红色字体 就这么去用 来 hide night 就高亮 高亮什么呢 高亮哪个部分就是 你看啊 我这注册一个输出滤镜 那我一用这个模板 那么你这个圆码里面的就输出准备输出的这个静态页面 只要是smarty的全部被替换成这个样子 你说只要smarty关键字全部变成红色这些 他就是说在输出类瞬间做处理 但是呢 这个 fund color 这个被替换的内容呢 不会影响到 这个页面也不会影响到模板 就这个意思 这个呢我就不做测试了 你们呢 这个呢作为一个了解 就ok 好关于力竞 咱们就讲到这儿 下面我们看还有什么内容吗 微点啊 没有了 我们终于 把smarty 就彻底讲完了 应该说这smarty呢 咱们讲的是非常全货的 唯一呢就是大家 还需要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加上一个练习